欢迎回到爱因幸福相谈 所以我是Irene 陈矮林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邀请到两位非常棒的朋友 一位是无障碍科技发展协会的 陈万吴老师 一位是炸达银行的执行副总裁 哎呦我刚刚给你念错了 是执行副总裁 不是执行副总裁 你怎么没有讲呢 吕芳真娟 我不知道 OK sorry 现在我帮你证明了一下 执行副总裁Jane 然后两位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要谈的一个问题 叫做看见新希望 这是一个市场就有者的平台 是有执行银行在过去 从2013年就开始在推动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 当然是大型企业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其实各行各业 只要有机会的话 其实可以找我们的这个 执行银行 这个就业服务平台 他就可以来做安排 就是说有什么样子的职缺 可以找什么样子的人 我们可以在请陈老师那个说明之前 先请Jane补充一下说 这个就业平台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工作的职缺 可以提供给旧位朋友 OK我们这个平台从2013年开始成立之后 到2016年年底 总共帮300多个市场朋友找到工作 那我们如果从找到工作这个细项去看 大部分排除传统的这个按摩行业之外 比较看到大宗的工作 第一个是电话行销 有分两种 一种是电话行销打出去的 或者是打进来的客服 另外一块就是IT或者是资讯科技这一块 因为有了科技的辅助 其实市场朋友在职场上也可以做得非常好的 他对着电脑monitor工作 他可以去做网路管理 或者是去做网页的设计 或者是我们最近开发出来一个新的职种 是帮助企业在设立这个网页的时候 去测试它是不是一个无障碍的 真正无障碍的网页 因为唯有当市场朋友能够成功的 去取得他要的资讯 然后跟这个网页做互动 那我们才能够说 这个的确是认证过 是无障碍的网页 那还有另外一块就是行政 行政的工作 那还有一些其他在衍生出来 现在我们也在开发出一些新的职种 包括听打 因为有些市场朋友 他可能不只是视力的问题 他也许身体还有其他不方便 他不方便出门 但他听力因为非常好 他可以去做听打 有一些大型的会议 或者研究机构 他会把他们这个录音档交给 市场朋友去帮他逐次把他打出来 那这个工作他们也会做得非常好 那再加上一些音乐的才能 我们发现有一些比较音乐相关的 比如说调音师 这个工作也是市场朋友可以做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 我也附带也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平台 看得见的希望的市场就位平台 在这个三年多的努力 到2016年年底 得了一个非常壮的奖 对刚刚讲的好像很轻松 其实这个计划 这个就位平台是有它的一个 怎么讲 significance 它的重要性 因为它已经得到了国际一个 刚刚讲到的是 在2017年 无障碍国际计划 创新计划当中得奖的 这是每一年都会有很多几百个吧 是 世界各地的那种 同样的服务于无障碍的团体 这个非常创新 每一年呢 它这个是一个在奥地利 一个叫做ESO Foundation 一个基金会 它组织的一个奖项 它每年会广邀来自世界各地的 社福团体或者企业 也只要对于身心障碍者 有对于教育 或者职业的设计 有做出贡献 你都可以去投奖 那我们这一个方案呢 刚刚得奖 对刚刚得奖 而且是从四百多个计划中 脱颖而出 得到最创新的方案 其实大部分的朋友 过去的印象就是说 是让朋友比较常做 比较擅长做的就是按摩的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都会特别去 好像是好像鼓励他们 所以让他们来做这些按摩的工作 但其实是让朋友 很多人特别是 真的是有经过学习跟训练 其实他的能力非常的好 有的时候甚至更好 因为他们人家说五感当中 有一感不见的时候 你其他的感官就会更强 更敏锐 比如说刚刚讲到听觉 甚至是触觉 嗅觉 味觉 其实都会因人而异的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请陈老师讲说 其实在过程当中 你们要培训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帮助一个市场朋友 找到他的强项 就是他可能没有 没有办法看东西 可是你要帮他发展出 刚刚讲到那么多的不同的项目 对不对 又是客服 又是IT 又是这个什么 听写的 你怎么样帮他去 去谋合这个 找到工作 最好的适合他的工作 是的 其实我们市场朋友 他在中途失明前 也就已经有他相当的一个 不同部分的专业能力了 那是因为势力退化 那导致他在施展他自己的 这些能力上遇到了限制 那所以我们的任务 就是在于说 给他一些替代的方法 然后支持他 给他最重要的是 恢复他的那个信心 所以在我们的训练过程中 我们很注意的是 要怎么样让个案 他能够有信心的 自己有信心再次起来 那这在我们的 当然一些基本的训练是要的 因为那种是替代的方法 毕竟眼睛是失明了 但是呢 这些方法在指导的当中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不能去再次给他 再次的增加挫折 而是要怎么样在他学习当中 一步一步从简入身 然后渐渐的是走向 他的专业能力能够再次 透过一些方法的替代或转换 让他再次发生 展现出来 是的 当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在协助 我们有一个学生 女性 曾小姐 那他当时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就也是很没有信心的 对 是中途市长的 对 中途市长的 那就 也不知道能够怎么办 那所以呢 但是我们又知道说 他其实是很有一个想要再次走出来去工作 那所以呢 我们就教他怎么样 甚至在家里怎么样自己煮饭 然后怎么行走 外面刚刚说怎么外面行走 还有我们的 现在很多工作都需要电脑的技能 所以我们就教他电脑上面的这个操作 取得资讯 打字这方面的技能 那这个电脑其实是跟我们一般使用的是 就是他的键盘是不一样吧 其实一样的 键盘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电脑里面 装了一个语音的软体进去 对我现在其实我都没有在用 我偶尔会用 我手机比较会用 但是原来是 就是Siri吗 还是跟Siri 类似像那样 类似像 对对 那那个软体进去之后呢 他会把我们这个指标指的那个项目啊 用语音念出来 那是什么 那画面上我们需要叫他念整个画面 他也可以念得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掌控 我们在画面上现在是操作到哪里 那当时当然我们在训练当中 也不会是这么样顺利啦 因为面对的这个障碍 刚刚说有21种能力的丧失 其实到我们会来 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 其实那些上朋友都已经是充满挫折 那所以 所以在我们训练当中 你刚才讲21种能力的丧失 我无法想象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哪21种吗 哇这个要背出来的话 我们的节目 但例如是什么 例如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就是视力啊 那还有什么 对当我们视力一上失的时候 最简单的就是 像我们跟您交朋友啊 交谈都有问题 为什么 没有没有 eye contact 我不能不能知道您的表情是什么 那我不知道您的眼神看着哪里 特别有影响 有些时候我们还很快乐的在表达我们自己 但是对方已经不耐心听了 那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走开来了 对走开来了 那我们不知道的 OK 那这是一个 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交谈当中的 那甚至是说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很难过的告诉我说 他以前他可以自己做饭 做一桌菜 他家人都很满意的菜哦 但是他失明之后 竟然就是一个酱油 就会被打翻 掉在地上 那么多调味瓶 你怎么知道哪个是哪个 对耶 那做一餐饭可能要花 可能四五倍以上的时间 对对 然后家人看到这样 打翻 那以前跟以前很不一样 就也叹息这样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不要讲二十一种能力 我可以想象 在生活当中会遭遇到很多的 真的是不方便的地方 只是我们不觉得 一般的人因为有 所以不会觉得没有的痛苦跟缺憾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